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悬疑惊总片 魏大强 春花和男朋友墨静哥是一对不务正业的法盲 是法律为儿戏把警察当空气 打劫便利店和加油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说有这么一天 两人拿着枪冲进了一家小超市 把店老板胡子哥的营业款敲敲了 随后春花又盯上了店里的保险柜 非让胡子哥打开不可 胡子哥象征性的劝了几句 可春花根本就停不进去 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转场之后 迷路的冷淡姐跟没头的苍蝇似的 正在树林里下雪吗 要说这姐们的点也顾背 头天晚上她和老公开着车前往婆婆家 半路上汽车突然就没有了 她老公提着筒去找加油站 然后就像肉包子打狗 一点音讯也没有 当冷淡姐快绝望的时候 不经意的一扭头 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小木屋 这真是九汉坟干露天冷送来的老棉库 已经怀孕的冷淡姐哆哆嗦嗦的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里边有一个救电台 但已经没法用了 她在靠墙的背包里找到了一些吃的 饥不择食的冷淡姐也不管过气没过气了 拿起来就塞到嘴 这个时候 铁锤拎着大福子走了进来 冷淡姐急忙躲在了床下面 铁锤出去之后 冷淡姐跑出了小屋 但刚跑出没多远就被铁锤拦住了 两人聊了一会儿之后 冷淡姐才搞明白 原来铁锤的车在半路上抛了毛 她也是因为迷路来到了这里 这个小木屋到底是谁的 她也不知道 虽然铁锤长得人出无害 但冷淡姐依然十分的脚屁 这荒郊野外孤男寡女的 万一铁锤的思想滑了坡 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两人在冷淡姐的车上 一直等到天快黑 也没见冷淡姐的老公回来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铁锤打算把自己车里的油抽出来 加到冷淡姐的车里 然后再开着冷淡姐的车 离开这个鬼地方 铁锤走了之后 开头那位打劫便利店的冲花 晕倒在了小木屋的门口 善良的冷淡姐急忙把春花弄到了屋里 春花醒来之后彻底梦圈了 她记得刚才和墨金哥还在便利店呢 怎么一泡尿的功夫 就空降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儿呢 于是她便开始试图寻找出路 铁锤提着汽油桶返回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声响响 把这哥们当时就吓尿了 桶里的汽油全洒 春花出去悬梦了一圈 又回到了小木屋 原因是她根本就走不出去 来自于底特律的春花 整天在温温混 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 对她来说 冷淡姐和铁锤都不值得信任 她想离开 可又担心晚上被冻死在外面 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留在了小屋里 睡了一夜之后 春花的心里还是不踏实 最后决定再出去碰碰运气 不过这树林就像个迷宫了 最后彻底把春花给走崩溃了 看着从便利店抢来的钱也花不出去 这姐们心里甭提多泄气 春花再次回到小木屋 开始跟冷淡姐先聊 原来冷淡姐的父母 住在新寒布什尔州的康科德 而冷淡姐本人则住在弗吉尼亚 春花说你从弗吉尼亚去康科德 怎么跑到威斯康星州呢 走错路了 冷淡姐说这里不可能是威斯康星 两人争来争去 也没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铁锤本来是按照一条直线往前走的 可最后还是回到了小木屋的附近 这下可把她搞懵犬了 本来冷淡姐和春花想让铁锤说句公道话 可铁锤却说这里既不是威斯康星州 更不是新寒布什尔州 而是她认为的南达克达州 三个人争论了一会儿之后 马上就陷入了沉思 铁锤虽然搞不清真实的状况 但她隐隐觉得 他们三个人已经不在原来的空间了 第二天的一早 三位决定再次出发寻找机会 看看有没有脱困的可能 冷淡姐和春花边走边先聊 春花说我妈咪在生我的时候难常挂掉 我是被祖父母养大 正是由于缺少家教 所以我才走上了外门邪道 三个人正往前走着 突然发现了一个密室 这是一个二战时期的军事防空洞 冷淡姐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她们目前很可能正身处破烂 春花说你咋知道的 冷淡姐说因为我老爸是德国人 不过冷淡姐跟春花的命运差不多 在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她老爸就在战争中撞了牺牲 春花说咱俩还真像 我老爸也是死在了战场上 三个人带着食物从防空洞里出来之后 吃惊的发现 他们又回到了小木工的附近 晚上三个人开了一碰头会 原来铁锤从小是在一个孤儿院里长大 因为她妈咪是一个死刑犯 所以对铁锤来说 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关心她的死婆 春花认为他们三个肯定是被外星人给劫持了 目前应该在五十一区的附近 趁着铁锤出去撒尿的功夫 冷淡姐和春花又败着上 这次的起因是春花抢的那一搭钱 钞票上的日期是1984年 这个日期对冷淡姐来说就是未来 接下来就更有意思 冷淡姐认为目前应该是1962年 春花认为是1984年 而铁锤则认为是2011年 搞了半天 这三位原来是来自于不同的年代 三个人正蒙圈的时候 外面突然又响起了枪声 铁锤和春花透过窗帘往外面一看呢 只见一个男人正端着枪到处下雪 这三位本来想跟这个男人套到近乎 没想到全都被火捉了 这个叫狗圣的德国士兵 对于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似乎也很迷茫 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了春花脖子上挂个项链 神奇的是 冷淡姐和铁锤 都有一根跟春花一模一样的项链 而且在他们的项链的吊柱里 都有同一个女人照片 这个女人不仅是冷淡姐的妈咪 春花的姥姥 而且还是铁锤的太姥姥 换句话来说 冷淡姐是春花的妈咪 铁锤又是春花的儿子 而那位刚刚被铁锤揍晕的德国士兵狗圣 则是冷淡姐的老爸 春花的姥爷 铁锤的太姥爷 对于这个结果 春花显然是没法接受 因为他曾经发过誓 这辈子都不生孩子 铁锤说 我的生母因为杀人和持妾抢劫被判了死刑了 所以我出生四天就被送进了孤儿院 冷淡姐说 你妈咪在生你的时候难缠死了 这是真的吗 春花点了点头 冷淡姐一听是心灰意冷 原来当年冷淡姐在生春花的时候难缠死了 不久之后 冷淡姐的老公 也就是春花老爸死在了院 之后春花便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醒来之后的狗圣 听完冷淡姐的介绍之后 显然也是不太相信 拿着枪落荒而逃 目前的情况是 冷淡姐曾做过一个噩梦 她梦见自己死在了分娩的过程中 铁锤的噩梦则是自己杀了人之后自杀了 春花则梦见了自己被处决的画面 铁锤说咱都梦见了自己的未来 而且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所以我们要阻止将来那些事的发生 为了改变命运 这三位首先要从冷淡姐的那位 在二战中被炸死的老爸狗圣身上入手 因为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一怀套一怀 狗圣如果不死 那么冷淡姐的妈咪也不会改嫁 当冷淡姐快要生孩子的时候 她妈咪就会及时把她送到医院 也不至于因为分娩死掉 冷淡姐如果不死 那么春花就会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也不会因为犯罪被判死刑 春花如果活了下来 那么铁锤就不会被送进幼儿园 也不会发生后来的杀人和自杀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铁锤是春花和墨镜哥的儿子 如果春花没有侮辱契徒 那就不可能认识墨镜哥 那么铁锤也就不存在 目前这三个人应该做的 就是找到狗圣 然后掩护着狗圣进入防空洞 躲过德军的这次空袭 不过狗圣这个人比较固执 他脑子里想的全是 如何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 冷淡姐说大哥 不是爹地啊 你如果去执行任务 肯定会死掉 你要是一死 我们都会跟着难逃一劫 虽然冷淡姐小之一里 动之一劲 但狗圣根本就听不进去 紧接着几个人 发生了肢体冲突 狗圣一不留神 把自己的外孙女春花给打伤 随后是铁锤和太老爷 狗圣的一场动作戏 狗圣被铁锤揍了一顿之后 眼睁睁的看着铁锤 消失不见 冷淡姐说爹地啊 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进防空洞 因为你要是死了 咱全家老小都没好 在冷淡姐语重心长的规旋下 狗圣终于明白怎么回事 和自己的闺女跑进了防空洞 本来应该在这次空袭中 被炸死的狗圣 在三个晚辈的影响下捡了一条命 这等于就是野蛮的改变了历史 随后冷淡姐和春花也都消失不见了 那个小木屋也很快被炸成了碎片 既然历史被改变了 那么春花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 本来正在打劫便利店的她 此时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个 奉公守法的好事迷了 春花走出便利店 看到本应该是她男朋友的墨镜哥 带着一个陌生的女孩 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胡子哥的便利店还是被打劫了 但是墨镜哥的搭档已经不是春花了 而这个女孩也将面临着 和春花一样的经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诗压经 梦想虽然很灿烂 但是现实开车单 只有努力加运气 命运才会被改变